二 协助小孩充满爱心 教小孩爱妇人 父母 直如 生爱 依求母亲 爱小孩多接触大自然 真的 要让小孩子从小 大人是引导他们 能够充满的爱心 要有慈悲大爱之心 能够去善待一切众生 不是一直的灌输他们 你要不信任别人 你处处要设防 处处要怎么样 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教育观念 都在告诉小孩子 你不要去信任别人 你要怎么样 你要处处要去防范 结果呢 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缩小 像你看 这些父母亲 他们都带着小孩子 去爱护动物 去跟动物接触 拿东西跟那些动物来做交流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 他们是低等的人 要用平等心来对待各种动物 这是我在植物园里面 看到的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你看 她就是这么样的慈悲心 信任 有善 拿着她的手中的腰果 给这个松鼠来吃 而这个松鼠 这个是野生的 在植物园里面野生的 不是家养的 那这个松鼠呢 你看 她就是这样的有善 你对她好 她对人也信任 而且呢 拿了之后就在你的面前 不是说赶快拿了之后 赶快跑 不是这样 如果人类要伤害他们 那是人类的心灵品质比他们低 你欺骗他们 那是比他们低 当下 他们是信任人类 而人类呢 欺骗他们 这就是不如他们了 所以他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大家凭着良心 大家凭着真诚真心 凭着良心 互相爱的对待 互相信任 好不好 你看 这个也是一样 看到小孩子 他们都是很有爱心的 拿着饼干 跟这些野生的 这是野生的猴子 不是动物园里面的 野生的猴子 然后跟他们分享 所以希望我们重新来 让我们的小孩子 来认识动物 让他们了解 动物不是把他们当作低等的畜生 然后要打就打 要踢就踢 蹂躏他们 糟蹋他们 我们要让我们小孩子 要有慈悲心 爱心 平等心 这些牛 这些牛 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他们在帮人类工作 奉献付出 我们要感恩的心来感恩他们 他们有没有拿我们的薪水 有没有 没有拿薪水 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 他们都是默默在奉献付出 当驴当牛当马 他们本身没有错 不是他们就是业障深重 然后瞧不起他们 不要用那一套去界定他们 当驴当驴当马 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地球上有这么好的朋友 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用平等心来爱护他们 对待他们 这是在加拿大国际的港口 在那边拍到的一个场景 你看 他这一章就是雕塑出 人类与各种动物 我们是同舟共济 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话 人类就会用平等心来爱护各种动物 当我们能够用平等心爱护各种动物 当然我们也更能够进一步体会到 我们全人类不管任何民主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来自同根同源 所以那一种用平等心来爱护世界各民主 就自然逐渐的会流露出来 这是要让我们的小孩子 从小就要这种国际观 让他们从小就有这种爱好和平 与世界各国各民主 大家互相心连心 手洗手 大家一起来共造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一起来共造 让地球村能够形成一个美好的家园 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小孩子充满爱心 用平等心去对待 世界的各种冲突 都会大大的化解 真的都会大大的化解 大家能够来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真的 当我们深度学习道德经之后 我们就能够具体的体会 我们都是一家人